好咯好咯 好现在我们来给这个门 换成智能锁 然后它这种锁体的话是这种锁体 是这么宽的尺寸 然后我们就配的话 配的锁体也是这种尺寸 那你的改动就相对少一点 配这种相近的尺寸大小长度一样的 来配 然后我们要准备的工具有 手电钻 螺丝刀切割机 然后振动锁 首先我们检查一下这个锁 担下这个锁有没有问题 拿电池来通一下电 电池怎么拆 电池在这里 好把它拿开 这会可以装电池了 装电池的时候不要装饭 495号电池 好动电了 试一下指纹密码区域这些是不是正常的先 好 好 可以 好这个是救所 救所我们怎么拆 很简单的 首先把里面这两颗螺丝拆一下 那这就可以了 好 然后把这个面板也拿出来 这里最准的这个这个螺丝 拿出来 索性拿不出来 你拿钥匙转一下 转对位置才能拿出来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锁底拆一下 在底下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的 把这个四扣螺丝拧下 我们装智能锁的话是 一般都是不联动这个电地勾的 因为这个没有用 一般都是要取消这个功能 这个柴把它拿出来 拆过这个小心一点 小心刮到手 好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我们要拿这个铁钳 把这个锁底拆出来 里面这个杆起掉 在上面 上面抽就好抽一点 上面抽 最小心拿的时候要小心 好 这里就是一个 然后上面也有一个 特别特殊 好这个拉下来了 这个东西要装回去 这个 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切换一下 好 最后我们就把它装回去就行了 它就不会自己跑出来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套回去 然后上这四个螺丝 好 最后这个电地勾就处理好了 所以看一下方向对不对 我们要调一下 怎么调 这里这个铁钳要下去 这样子就可以旋转 换方向了 好 这个对上去这个孔刻就是对了 简单的固定一下先 好 简单固定一下锁底之后 我们摆一下这个锁 这个锁方向不对 摆在门上看一下 这方向 这方向不对 不对的话我们要调一下这个锁方向 这个锁方向怎么调 好 这里有个文字说明的 换方向 换方向 然后这里有个红点 这个小红点装的时候要注意 左开右开 然后我们先调一下这个把手下 把手在这里有一颗螺丝的 好 最后我们就旋转一下 就是我们旋转过去以后就固定回这个螺丝 然后上紧 好 我们试一下把手 会不会弹 可以 没问题 好 好 我们来摆一下这个孔杯 对不对 看下要不要开孔 首先这个是螺丝孔 这个是钥匙的 这个是方杆孔 这个是螺丝孔 然后我们对比了一下 这个线跟螺丝孔可以同共一个孔 那就不用改它 如果有一些门的话 这个线孔不对的话 可能要扩大一点 或者开一个孔 这个的话我们就不用改了 直接装 直接装就可以了 我们拿这个后面板 我们看一下这个销纸够不够长 我们看这个销纸如果太长 你可以把它剪短一点 剪前就可以剪短了 好我们对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顶到 我们把它对一下对一下 好 这会它应该是稍微长一点点 长了一点就把它前断一点 拿这个铁钳前断一下 好它只要不抄过去就可以 转向灵不灵活 这会我们试一下这方杆的长度 我们把方杆插进去 好 方杆如果是太长 那你要切短一下 这个是刚刚好的 对的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杆 这里写了几公分的 我这里如果是这个弹簧 这里要放 放在这里面 把它压进去 装 那就可以了 没装这个弹簧 它可能会跑动 方杆跑动的到时候开不了门 这个一定要放一下 好我们套一下胶垫 也就是套一下胶垫 好我们要套这个外面的面板 我们套在这 试一下 它也有方向的 这个离合器有个方向 我们调一下 抬一下把手 抬不开抬把手 好抬不开 这时候是对的 好这时候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方向了 如果不对 我们要调这里 调这里 这里有文字说明 这个红点 红点朝上 这左开门 红点要朝上 这个朝上 好 对之后我们就开始安装 好我们要装这个套筒 装的时候 拳一下 东西拳一下 加固一下 好下面也是 好可以 先穿线 好 最好是把它开大一点点 让它好长线 不要压到线 压到线 安装就不好 我们对一下这个螺丝 我们对一下这个螺丝 看一下长 如果太长的话可以把它前断一点 对 都分好一节节的 这个螺丝分好一节节 可以前断一下 我们接好这个线 对好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线藏进去 往里面藏 一定记得把这个台环装进去 好 上好这两个螺丝就算是装好了 好我们把这个对齐一下 然后上螺丝 就这两个螺丝 先试一下 钻一下那个反手扣 好 把手扣正常的 把手 好 好我们试一下外面的 开不了 打下把手 开不了 对了 好我们试一下 开不了按指纹 好可以开了 好抖一下这个螺丝 好我们记得把这个盖子盖回去再关门 这时候我们关门 我们让一个人在里面 进去里面 进里面 我们试一下 放一个人在里面 就装好了 这位也是开不了的 我们按下指纹 好那就可以开了 就可以开了 嗯 这锁就已经装好了 很简单 好如果这个这里的话 我这个它就是能用的 我就不改它 用它用回它原来就可以了 这里 它是够用的就不用装 有顺便的话它需要改的话 那这里要改一下 这个就不用改 刚好 我们试一下钥匙行不行 插进去的话它是开不了的 我们要转一个角度 转一个角度 这会就可以直接压开 要记得了 钥匙不要放室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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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在室外 锁出故障还可以开 这个密码 这个是指纹 可以刷卡 好 好 好